可以看到猛烈的火勢吞噬建築物 農煙窜身到空中 这里是坑雅首都奈洛比 周五突然传出瓦斯气爆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其中一人还是未成年 另外有165人受伤 爆炸发生时 天然气公司正在装填瓦斯 居民质疑这家公司是非法经营 天然气公司非常靠近住宅区 因此政府官员也遭到指控 收受贿赂 忽视建築相关法规 才会导致这起意外